我們看到這題目 字畫減下列各式為負數的標準式 那麼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首先這cos35度加上i sin35度 括號的四次方 那麼這等於我們把4乘到角度裡面去 那麼得到這是cos的35度乘以4 這是140度 那麼加上這是i sin的140度 那麼這裡cos12度 去加上i sin12度 括號的四次方 那麼次方我們乘到角度裡面去 那麼得到這是cos120度 加上i sin的120度 那麼這裡 這是cos10度 加上i sin10度 括號的五次方 所以呢我們把次方乘到角度裡面去 那麼得到這是cos的 這是10度乘以5 這是50度 然後加上這i sin的50度 那麼我們要cos140度加上i sin140度 去除以這兩個相乘 那麼這兩個相乘呢 我們先得到這是角度相加 所以呢相乘的結果 我們直接寫在這裡 這是cos的170度 然後加上i sin的170度 所以呢我們的原式 這等於是 這等於這兩個要相除 那麼相乘呢 是角度要相減 所以這是等於cos的 這是140度 去減掉170度 然後加上i sin的 這是140度 去減掉170度 好 那麼這等於 這是cos的 負30度 然後加上 這是i sin的 負30度 好 那麼這等於 cos負30度 就是cos30度 也就是2分之 更號3 sin負30度 這是負 sin30度 也就是負2分之1 所以這裡正負得負 我們這裡要改成減號 這減掉 這是2分之1i 因此呢 我們第一小題的答案為 2分之更號3 減2分之1i 三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要求1加更號3i 括號六四方 然後畫為標準式 好 那麼首先 1加更號3i 我們可以把2提出來 這是2去乘以 這是2分之1 加2分之更號3i 好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寫的是 2去乘以 這是cos60度 所以我我們感じ 您這4分之間 PAL 就是說 4分之1 那麼這等於二六四方 這是64 那麼這時候 我們次方乘到角度裡面去 那麼得到這是cos的360度 然後加上isin的360度 cos360度 這等於1 sin360度 這是0 所以呢 這等於64去乘以1加0i 那麼1加0i是等於1 所以呢 我們答案是64乘以1 答案就是64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三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三小題 1加i 括號十四方 那首先1加i 我們可以把它顯示 這根號2去乘以 這是根號2分之1 加上根號2分之1i 那麼這等於根號2去乘以 這是cos45度 加上isin45度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四方我們乘到角度裡面去 那麼得到這等於 32去乘以cos450度 加上isin450度 那麼450度的最小正統計的角為 450度-360度 那麼這是等於90度 所以呢我們得到這等於32去乘以cos90度 然後加上isin90度 cos90度是0 sin90度是1 所以呢這等於32去乘以0加1i 0加i這等於i 所以呢我們第三小題的答案 就是等於32i 這一個答案